各位,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礼物走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他脚岔祥云进来了,那位说你有事说事别唱,好吧 昨天呢,我给大伙分析了说,我说华为手里面肯定还有王炸,因为按照手机发布的规律来讲呢 Mate60 Pro,它仅仅是一款机型,后边肯定还有Mate60 Pro家之类的型号 是吧,你看我昨天说完了,有很多朋友说,不可能,因为如果是更高型号的发出来的话 那不是把自个的产品给打了吗,是吧,好多人不信,怎么样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消息是,一号真相台说错过吗,各位 他真的来了,中国时间9月8号10点08分 也就是在几个小时之前,华为宣布了新的机型 MatePro加MateX5正式开始预定 怎么样,朋友们啊,本台分析的准吗 一个是折叠机,一个就是昨天我说的MatePro啊,有的人说是Mate啊,反正是你念顺嘴的吧啊 MatePro60 Pro加真的来了啊,各位啊,你看 华为手机刚刚宣布的加入了先锋计划正式开始预定 折叠机也开始预定了,余承东还推荐了说最强的折叠屏手机还得看华为 真是王诈连连啊,各位 给大伙带来介绍一下啊,这个王诈 超大杯的Mate60 Pro加来了 啊,这个,他开启了预定,定金为一千元 而且,这个超大杯有自己的绝活又创造了通信界的历史 定金一千,截止到发稿,秒光啊,早已经被抢购完毕 还没公布第二批啊,这个抢购,拥有叫燕台黑,宣白两种颜色 果然是昨天我说的嘛,就是熊猫色的配色嘛,对吧 燕台黑,宣白提供了16GB的运行内存啊 加上512GB存储空间,或者说是1TB双版本可选啊 那个Pro是12GB的运行空间,这个是16啊 官方强调该手机的特色为双卫星通讯 哎呀,这就厉害了,朋友们啊 这是那个折叠屏 双卫星通讯,什么意思 Pro是支持 和天通卫星的通讯 MAT60支持和北斗卫星的短报文通讯 只能发这个短信 这个Pro加 它把两种结合起来了 双卫星通讯是既能和北斗卫星联系 发短信,又能通过天通卫星 打电话 这又是华为在手机界的奇迹 首创 华为领导了手机的革命 这么说,您大伙觉得现在不为过吧 双卫星通讯 这个Pro加有超可靠的玄武架构 全焦段的超清影像 还有一个静谧通话 静谧通话的是什么意思 通话加密 再也不怕CIA窃停了 外观方面 是拥有单清呼的设计 采用等身四曲屏 而且采用了叫什么呀 第二代昆仑玻璃 第二代昆仑玻璃 玄武极深,素皮材质 整机的耐栓性能有所提升 摄像头方面 该手机搭载了4800万像素的超聚光摄像头 光圈从1.4到4.0 光学防抖 4000万像素超广角摄像头 光圈2.2 4800万像素超微距长焦摄像头 3.0光圈光学防抖 硬件方面 这个手机的分辨率是2720x1260 搭载华为的临镜显示技术 1到120赫兹LTPO自适应的刷新率和临镜触控功能 电池的容量5000毫安时 最大支持256GB的存储卡扩展 我的天哪 这个还能支持存储卡呢 鸿蒙4.0系统 你说这玩意儿还带外置硬盘的 这牛啊 通信方面 Pro家改善了通信体验 宣称可以在高铁地铁电梯车库等弱信号的环境下 实现稳定的网络连接 还支持天通卫星通话与北斗卫星消息 能够自由编辑卫星的消息 通过畅联应用发送或接收卫星消息 选择多条位置信息 还能生成轨迹地图 这简直是户外探险者的标配啊 价格还没有公布啊 现在的价格呢 按照60Pro的这种售价 最高的是吧 是7999 那这个Pro家的话 恐怕是从8999起步 1TB的版本应该是9999 我个人这么认为啊 而且华为还宣布了 华为的折叠机 Mate X5加入了先锋计划 正式开始预定 也是秒空啊 上架就秒空 华为的折叠机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关键是看它的重量 是吧 如果是解决了重量问题 轻薄 跟那个现在的平板手机 是一个感觉的话 那这个X5也得卖疯了 现在注意啊 这个X5是这样的 搭载玄武刚化昆仑玻璃 XMAGE影像方案 也是鸿蒙4.0 拥有幻影子 紫砂黑 雨砂白 雨砂金 青山带 五种颜色 版本呢 包括512GB 12GB 12GB运存 和16GB运存 16GB运存 和512GB 还有加上1TB的典藏板 典藏板 这个恐怕得到 1万4500了 这个价格啊 折叠屏到1万4500了 MAT60 普奥家 预计在2023 10月9号前 完成发货 拥有啊 10月9号前 完成发货啊 其中 轩白色 就是昨天我给大家透露的 叫做熊猫配色啊 看见没有 这个 目前呢 华为呢 没有公布这两款 机型的芯片 各位 昨天我给大伙透露 我说有可能是这个 9100芯片啊 现在华为没有公布芯片 那按照华为的 这个尿性的话 他不公布芯片 就是还留着一手 他要开发部会的时候公布 又要狠狠的 打美国的脸 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很大可能是确实搭载了91005纳米的芯片 如果 他是同样芯片的话 他就会公布了 他不公布 说明给大伙还留着惊喜呢 您 同意我的说法吗 各位 真的9100要来了 各位啊 看见没有 还有啊 这个中国的这个电信 为了配合华为的卫星通信功能 推出了10元每月的开通卫星功能啊 这个你不用的时候就不用 用的时候一分钟大概是什么一块六啊之类的啊 就是用的时候可以应急 各位 昨天我的预言是不是今天就实现了啊 一号真相台真是预言小盲子啊 这是粉丝夸我的那位说 呸 点个订阅啊 咱们下期再聊